哈喽姐妹们,今天又是我们的寻找下饭菜系列 今天这家店呢,我们去年拍过一次 是我近半年以来点外卖最多的一家店 听好了啊,壁谷的人不要看这条视频 一个超好吃的香菜 今天算是我的拍视频的二撒 也是新年第一次,我又来了 我们直接开车 甜菜 我今年唯一写过的两次字都是在你们家 夏青秋熟了 先点Z girl 每一样菜都想吃 我先点我的必点菜吧 铁板茄子还有的啊 哦,有 那个牛肉咧 生包牛肉啊 牛啊 好啦,艰难的抉择出了四个我的必点菜 做得开车 我先吃一个饼吧 是不是,我先买 这是有价木汉 甜菜香蓝啊,我的肉 满满的肉 它是那种白脊膜 外面是脆脆的 但是它一点都不油 里面那个卤肉的那个汁水 整天都铺门了 菜四块钱,你不想来一个吗 嗯,不是,是 反而点点彩 一会拍摄结束,我偷偷去买 吃点啊 我帮你准备好吗 我差点料就吃了 我们菜上期了,准备开吃,围巾一拖 不,年轻很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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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这种烂梗 妥妥的下饭菜 先来搞这个 这个是生爆牛肉 哎,这次我会了,人家要一点一点的下 上次我是一股脑的前套 这道菜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节约了老板的制作时间 把制作过程直接放到桌上 建议很多商家学起来 看得到我用的不是玉子菜哦 趁着它最嫩的时候 鲜 嫩 这个比上次好吃 因为上次我是一直烤的 这次就是一点一点的饭 哦,差点忘了干什么的 来,本娘帮我打点米饭嘛 米饭 你们过年休不休息啊 休息 几号放假 二月几号吧 老家是 福南、月阳 福南地 那你们过完年什么时候回来 这一月初十 我们公司放就要放到几号 哦,休息上班那就放到初六 那也就是说 我们回来杭州之后有三天吃不到才这样 早点回来哈 哎,其实我是可以端着这个碗吃的哈 那我每一次这个盘子出镜 我感觉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的 管他的嘛,就是增加一个自己的一个特色 剩下的,其他一股脑 这个菜就是随便搞两下 颜色一变就可以吃了 这个茄子 泥汁下饭菜 专门等它冷一点点再吃 切的碎碎的 铁板茄子 里面有小肉末 这个谁能顶得住 把这茄子打碎 和米饭这么一户 哦 老板他们自己吃得很开心 以后我退休了我也开一个这种店 没事中午在店里面吃吃饭 我真的觉得这个茄子超越牛肉 这个回锅肉是我最喜欢的道菜 所以这个多少有点个人色彩在这里 他这一盘25块钱 肉还是挺多的 在杭州来说的话 我感觉我们公司要是在这附近的话 这里绝对会变成食堂 我真的是好爱回锅肉的一个人 我今天吃了那种神油状态 接下来这个爱吃肉的红烧肉 里面的土豆片进满了肉汁 你们爱吃这种偏肥一点的吗 我爱吃 我到底在干嘛 加上你的腐腊口都是你冲的 对呀 再来一勺 这个神猪茄子 我这一碗饭 这个整个世界上 只有一类人顶得住这个诱惑 就是素食猪一张 除非你吃猪肉过敏的 有没有一种大乱炖的感觉 这片姜是暗算我的 姜这个东西真的很没有自己的特色 很没有自己的个性 跟谁在一起像谁 请你学会做自己 好吗 忠于自己 为什么要是有那种一吃饭就装怪 玩手机聊天 不算就是在那里搞七搞八 给我抓到这里 真的是我的饱饭店铺 每一道菜都是为你饭而生 好了 你们还吃到什么特别好吃的下饭菜 疯狂 爱着我 全国可非 哪里有好菜 哪里就有我 拜拜